上一次講 就是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上一次講的 我們各位稍微做到中間來一點 旁邊這邊就把它填滿了位置 後面就做到前面來 你能不能分散 所以我首先問大家幾個問題 在時間上管理上有問題的請舉手 我先問 沒有問題的請舉手 Tell me 我們都有時間上的問題 好 那你們就上對的地方 我們今天晚上來談這個問題 這個 I'm sorry I wanted to introduce my friend Fred Fred Covington Fred是我的朋友 他的工作室專門在幫助中國整理的 在中國的大學的學生 他在幫他們做mentoring 和mentoring 和coaching 這些工作 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I'm sorry I don't speak too much English so you're gonna be sick, they'll stop OK 好啦 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講下去 上一次我們講的大部分都是很抱歉 今天沒有那個 pointer 因為今天早上的那個講的 今天早上有人用了教訓以後 那個 pointer被他帶走 所以也沒有 pointer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到此跟我講的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放第一個片子 我們上次講到一些很重要的基本的觀念 我再這樣講 沒有人可以教你managing the time Remember what I said No one able to teach you how to manage your time 如果有人告訴說 I'll teach you how to manage the time 事實上他講的不是實話 你去想想看 你怎麼能夠manage the time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被誰manage 被我們老闆對不對 我們工作上的老闆 還有呢 我們的太太對不對 我們的老公 還有人的孩子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 我們根本就沒辦法manage我們來看 所以這concept 這concept一定要很清楚 如果這觀念不清楚 你說我要學怎麼管理我的時間 你回去你就會發現 你很難管時間 所以這是第一個觀念 你說you cannot manage your time 那你怎麼能夠manage 那time怎麼能夠in place呢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下面一個畫面片就能夠解釋 這個畫面片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我最近看到的 USA Today的一個news 它講according to the survey almost 90% of professionals have time management issues 所以你可以知道 time management issue 不是你的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是very common We all have a problem 尤其在現在的世界 越來越忙的話 我們都知道 是一個very common issue 那第二個你看看 更有意思 the ratio can go substantially higher 到98% among senior management 所以在公司裡面的管理成員 他們的時間管理問題 可以達到98% 所以你可以知道 老闆們都有時間管理問題 所以老闆有時間管理問題 難怪我們在下面做的人 就更有什麼 時間管理問題 但是你們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老闆的 change 老闆的改 老闆的變化 快過於我們的計畫 有沒有 有沒有很熟悉吧 你在做一個事情 老闆講一個 都要做了 我現在改變心意了 所以老闆的變化 快過於我們的計畫 這就是因為老闆 在時間管理上 indeed 他有很serious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變成很suffer的事情 好 再看下面一個片子來看 幾個東西 第一個我們先承認 我們時間管理是一個問題 那你要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的話 我們下面有幾個東西來看 那你要 既然是一個問題 我們來怎麼trade這個問題呢 怎麼來面對這個問題 怎麼confirm這個問題呢 第一個 這個問題就是 You can ignore 以後 反正我們就這樣子過吧 那就是 I think I can kill us far 那你的問題就繼續選 現在下去 那第二個方法 I can hide it 我可以把它 就是 就放在這個 bury under the carpet 這樣子也可以用方法 那另外還有就是 I can blame others 我可以 Always說是我老闆 造成了很多困擾 或者我太太 我的先生 都可以 我的孩子都可以 那另外第三個方法 第四個方法 You can blame circumstances 你可以折壞說 是因為環境造成的 那最後呢 我覺得是最好的方法 You can admit it 有問題 fix it and learn from it 從中間來學習 那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pro-app的方法 好 我們再看下面一個片子 那我上我的課也都知道 這個是管理上一個定義 看作的 say do get say do get 你怎麼看 你怎麼做 我怎麼得到同行 那我為什麼要把這個片 再放回去給大家看 你怎麼看時間管理上的問題 how you see this problem 你怎麼看 你就會做什麼事情 你就一定得到多種的結果 所以這個管理的原則是經常在我們中間 是我們常常會面臨的 好 那再下面看一個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concept 你一定要很清楚 今天我們沒有辦法真正管理你的時間 但是當你把這個影響我們時間 所有的因素一個一個去處理它 或者是改進它的時候 improve它的時候 naturally 你的time management will be in place 你知道嗎 我再講一點 我們來講一個很重要的 當你開始 deal with each individual的 factor 或者是 這些 element 這些element 這些element 都是會 affect我們的time management when you deal with each one of them then your time management will be in place naturally that's how we teach other people how to manage the time 我們絕對不需要你去 硬下功夫的去manage the time you take another door again and say it again you cannot manage your time 好了 來看一下細節的東西 我為什麼把這個圖心插出來 因為下一次 我們下個禮拜 有分組的討論 有group discussion的時候 我希望你能夠找到 你這些因素裡面 最大影響你世界觀人的因素 你看看體格 第一個 人際的關係 I always say the people relationship 是greatly influence 你的time management 你想想看 假如在你在公司裡面做一個project If you have a 你有一個很好的people relationship 你就很容易找到別人幫助 你就很容易找到the information what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ed 但是people relationship 人家會support你來做事 所以呢 你的people relationship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你要去看人 你要access 那這也是我們中國人 是最畏敵的地方 我們大部分的中國人 做事情的態度呢 都是單兵作戰 單打獨鬥 我們不大管別人 我們心裡想說 只要我做得很好就可以了 但是你知道現在的公司裡面的工作 就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牽涉更多的人的時候 遲早 再加上如果你在公司裡做得不錯 你從普通的職位慢慢慢慢升到 你做管理的職位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需要別人support的 更需要更多的別人support 幫你做了管理的職位 所以人際的關係其實非常重要 幾乎是在講management裡面 根本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我最近在做一次演講 在洛杉磯講一次演講 就是講network 就是我們怎麼建立我們的social network 就是人際的網絡的東西 這裡面我也講到這個人際的關係 我們講到那個inference without authority 影響力沒有權威的影響 也是講到人際關係 所以你可以知道 人際關係幾乎在所有management裡面 在election裡面是必須要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回去以後好好地看一下 你自己工作上面 你跟所有四周圍的平行的 上面的下面的 你的人際的關係是怎麼樣 非常快樂 而且第二點 人際關係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人際關係的建立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do 要花很多時間做的 決定定是一下就可以到了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說你就必須要看到 你叫花將軍要半年 一年兩年的時間去做 而且做的時候還不能說 你只是說我要去討好人家 這不是這樣子的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裡面 我們都講過 在課場上都講過 另外第二點是 就是對時間的正確的觀念 你對時間是什麼看法 有些人說對時間是很隨便 有些人對時間非常serious 我自己對時間是非常非常serious 加入了什麼啊 你就知道 我是時間控制著 掌控得非常好 所以第二點 你對時間的正確不正確的看法 另外的看法在上面 我們講到很多 你要知道 時間是可以轉變成很多的東西的 Time can convert a lot of things Job Friendship Money 還有你的Work 都可以轉變 所以你要知道 你對時間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另外呢 你與家人的故事怎麼樣 這是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 我們上次講過 你在整個事業的過程裡面的時候 在人生的過程 你某一片時間 你很可能說 I'm very focused 這段時間 是在我自己的事業上的時候 那你就要 第一個 你要先跟你的妻子 跟你的孩子搭建同事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要把很多的經歷 放在你的事業的發展上 很自然的 你花在時間 工作的時間 家庭的時間 孩子的時間 會相對的少 少是一回事 但是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改進你 花時間 跟他們在一起的 quality time 有質量的時間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事情 很多人 我上次講過 很多人都回到家裡 以後 他說我是一個很好的老公 我是每天反正回家的男人 但是他回到家裡幹嘛 去看球賽 很多男人看球賽 你說這是一個好男人 沒有 他並沒有spend quality time 跟他的家人在一起 他那個人坐在那個地方 事實上 他並沒有真正的spend time quality time 跟他的家人 所以呢 跟家人的共識是很重要的因素 那第四個呢 就是自我的截止 我們常常講 和這個約束 self-control 這個非常 self-discipline 是時間管理 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self-discipline self-control的話 你沒有辦法管理時間 所以我常常講說 有些人上網 時間很長 你馬上 你時間就開始 就亂了 你做一樣事情 你不會看得到 就一直做 一直做 那就要小心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自己要注意的 那另外呢 自己的目標是否清楚 任何事情 他做事情 都重要 我待會兒會講一下 這目標的東西 那另外呢 自己的能力 和自己的這個什麼 效率 非常重要 有些人做事情 比較慢 有些人做事情 他的能力非常強 那這個你要 自己要對自己平撥 還有呢 就是這個 自己身體的 情緒的狀況 我常常講 如果你身體不好 常常頭痛啊 或是情緒不好啊 上上下下 這一定是你會影響到你世界 所以你把周圍的這些因素呢 你能夠一個一個的分析 而且去敵人化 你時間管理自己就會 慢慢慢慢會越來越好 這是我告訴大家 說時間管理 第一個很重要的 要理解到 它的concept 你的觀念要很清楚 好 下面一個張片子 那這個時間管理呢 有五個這個步驟呢 我就不講 因為上次都講過了 我是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好 在下面張片子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我也講 這個是一個案例 我們下次要講 這個都要講 三個案例我們就skip過去 再過去 好 那我覺得呢 這個我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片子 這個 先聽說這個是一個 這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是 這個時間是一個 從一個基督徒來看 非常很重要 因為時間是上帝給我們每一個人的一個機會 那這個機會呢 是一個非常公平 你是24小時 我也是24小時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 但是呢 我們有一個就會到 會好好的利用神給我們這個機會 那這個機會 那這個機會好好的利用的話 成就的非凡 人生才會有實現的這個重要 那人生呢 他的節奏果子就非常的多 那有些人在上帝給的一個機會 但是他沒有緊迫感 所以我剛剛講 你對時間的這個urgency the sense of urgency 有沒有 這是一個很重要 那另外呢 就是說 認為還有時間 當時間過去的時候 他還是一無所成 人生能不能有風震 並不是取決於上帝 而是機會都是人人都有的 是重要的 是取決於你自己 有被抓住神給你的機會 那時間呢 還有很重要的意思 他可以進入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當你回去看 那你到底是不是充分的利用了時間 做出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覺得對於基督律的價值很重要 那這一些時間 做基督律的事情 都是值得回憶的事情 而且是真正有什麼 有創有價值的事情 那時間絕不是 絕無基督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這一些沒有被基督的時間 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如何 如同白白的經歷這一段時間 所以呢 基督律應該讓自己過的時間 在生命裡面 留下一個很有意義的一片 所以這次我覺得 做一個基督徒 特別做一個As a Christian 我們應該有特別的很清楚 一個對時間的概念 下面一張片子 好 那這個時間呢 基督徒還要很注意的 就是時間 是一個基督徒神 我們神給我們一個恩典 一個恩典 是神給我們白白的恩典 那既然是恩典的話 我們就特別特別的小心 我們真是要 時間一過去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恩典要注意 下面再一下再一下片子 好難怪呢 這個保羅呢 在這個 從事宣教工作的時候 他說 那美好的帳 我已經打過了 當保羅盧 我都已經跑進來 所以呢 我這個為了我所信的道 我守住了 從此以後 由於公益的關於公益的打錯 為我留存 所以按公益的這個審判 案的主導人 那不斷吃給我的 不斷吃給我的 要吃給 凡是愛人他的人 所以我們就知道 聖經上告訴我們的 耶穌基督他都一樣 他在實際上面 他到最後做得很清楚 他的目的是定在十字架上 好 我們看一下那張片子 好 那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時間的概念上面 你一定要記得一個常數 一個Constant 就是說 一年一年一共是有3153萬6千秒 那每一個時間 我們現在每一分鐘 每一秒鐘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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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訴我們 一秒一秒的過去 所以這個常數 我希望你能夠記得 是一共是3153萬6千秒鐘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是真正是很快的過去 好 我們再看下面 這個就不要看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講的 下面繼續下去講 第一個方法 注意你時間的整個概念 第二個呢 來注意到你的效率和效果 你的Efficiency 每一個人做事 我們都在做事情 但是每一個人做事的效率 也是重要 它的Efficiency也是重要 那我們如何來幫助 我們能夠提升你的效果 我覺得這是一個 在提升我們時間管理上 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 好 我們看下面的片子 來看 整個影響我們工作的 我們的做事的效果有幾個 好 第一個 你的生產 你的 Productivity 是多少 我們待會兒講 什麼是 Productivity 另外還有就是 你的計劃性 想不想 How you planning 很多人我們在國內都知道 我們常常有句話 腦袋一拍就做 沒什麼計劃性 那小心 越來越計劃性 他的工作的效率一定很低 因為沒有計劃性的人 他沒有前瞻性 他沒有遇到很多的事情 他一做事情 他馬上就捧牆壁 他馬上就碰到障礙 你可以看到 他在障礙裡面再回來做 所以他在來來回回 他的效率就非常的低 那還有他是不是一個聚焦的人 他是一個專注聚焦的人 那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這一點我們在國內也是碰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跟很多的企業家在一起談 你知道在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做企業家 因為他做企業家做的很辛苦 他一年賺的錢 還不能到外面去炒十棟房子 他還賺的錢多 所以呢 他就逐漸去什麼 就逐漸去炒房子去了 那變成什麼 他的企業變成什麼 變成企業 所以他不能夠專注 所以這個國內很多人都會 國內很多人就想說 你為什麼不這個也做一個 那個也做一個 因為我自己以前是賣飲料 可惡可樂賣飲料 很多國內的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 這種我就不能理解 可惡可樂 既然用那麼多的鐵盤有鋁罐子 為什麼可惡可樂不做鋁罐呢 那鋁罐也可以賺很多錢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可惡可樂的公司非常focus 他在做什麼東西 美國公司都是講 非常focus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你要提升他的效率 你要非常的聚焦 那你看看這個 國內可惡可樂的公司 來做個例子 他那個聚焦到一個什麼地理 譬如說 我們在某一個地方 開一個新的廠 我們從開廠建廠選地 怎麼樣的建 藍圖是什麼 工廠裡面是多少的capacity 放多少的機器 機器的layout 根本就是focus到一個地步 什麼東西只要上網去 全部都有 你根本就不需要做stundant 所以你看他focus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覺得今天 我們做任何事情 是不是focus 我相信我問大家這個問題 你做事情夠不夠focus 很多時候在今天這個時代 常常被什麼 被干擾 干擾是常常發生 所以cofocus很重要 所以我就常常提醒大家focus 第四個有充分以及重要的信息 記得 在今天的時代裡面 注意信息的重要 這個信息是我們講的信息 都是relevant的信息 是跟你工作有關的信息 跟你工作有關的信息 或可以幫助你 能夠提升你自己工作效率的信息 那這些信息 都是靠你平時怎麼收集的 待會兒給大家看一下 另外第五個選擇性做對的事情 一定不是做全部的事情 一定總是做對的事情 這一句英文法一定要學會 就是you always do the right thing first and then do things right do the right thing first and then do things right 千萬不要什麼都適合做 因為只有等於做對的事情 你把你做對的事情做得更好 那樣 boom 就是效能 好 那另外呢 就是改進其中給他人的價值 我們在座的人 有多少人在公司裡做事的時候 做到一個地步 你會跑去跟你的 因為你公司裡面做事的人 常常有一個process flow 有一個流程 你有多少的時候 做到一個地步 你就會給你的process flow 下面一個接手的人 就問他說 am I create a value for you 我有一個給你創造價值呢 很多人說no 你不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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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在這邊做的這樣子 給我創造了很多麻煩 而且告訴我 都看不懂你 還有什麼東西 哇 你看沒有 所以說你要知道 提升我們效率的 是當你去問別人 就跟你在工作上緊密的合作的人 你能夠問他說 What can I do to improve 這個efficiency for you呢 你要知道 如果你能夠問這種話的時候 他告訴你的時候 你真的知道 他也會來問你說 How can I help you to do your job better 你看你那一份心上去 所以這是一個我覺得也要學會的 那另外呢 我們要提升自己的產能 記得所有的效率 是從你自己的產能capacity出來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capacity 我們每個人都有limitation 你只要是